2019年3月13日星期三 尖沙咀广东道188日商场地下露天位置 一个约10米高的装饰物突然起火 火光红红,爆出大量浓烟,黑烟直卷半空 消防接报到场,出动一喉一烟舞队到场灌构 约7分钟将火构式 经初步调查后,相信在装饰物上一盏射灯的电线短路引起火警 事件无可疑 然而,上星期日3月10日的主日讯息 透过精华短片 主耶稣的印证与永恒申父石安教会的Marker 建议提到 神向我们揭示另一条关于尤河牧师生日 与1881以及4794的数息 901加2012加1881等于4794 此外,当日有分享到 原来1881又等于57乘33 即是57是尤河牧师现时57岁的岁数 33即是石安教会成立的周年 换句话说,这条数息也等于 901加2012加57乘33等于4794 正当主日讯息久违地重提1881 三日之后,1881商场就发生罕见火警 成为本港重要新闻 印证主日讯息与尤河牧师57岁生日的共同讯息 关于1881商场的历史 早前也已经分享过 根据资料,1881商场自1880年代起至1996年 前身一直是水警总区总部 1996年是石安教会商用水事件发生的年份 正是4794算式中 石安教会4794的开始 另一方面,1994年 该水警总区总部成为香港法定估计 及至2003年被改为1881商场及酒店 并于2009年正式开幕 没错,2009年正是计算4794结束的年份 印证由河牧师展开2012荣耀盼望信息的研究 换句话说,1881商场标志了4794的开始和结束 即1996年商用水事件的发生 以及2009年2012信息的开始 甚至,亦标志了尤华牧师现时57岁的岁数 以及石安教会成立的33周年 今星期,神作一次以与时并进的新闻 隆重其事印证上星期两条关于尤华牧师生液的新损息 是神启示的共同信息 与此同时,透过共同信息 更标志了石安教会4794的商用水事件 和2012信息 是神在创世之先 早已预定必然发生的事情 神透过水警总区总部 和改建1881商场的历史 甚至,今星期1881商场的火警等一连串事件 成为我们石安教会与2012信息的纪念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